讀書就沒有創意嗎?不 我認為小孩在目前的教育裡面 他們可以多元去體驗所謂的生活感受這件事情 那今天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思考一個學生的時候 我們在訓練的過程上 我們大一開始有創作基礎 那透過創作基礎的一個演練之後 來到設計課來到大四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們有些想法的概念 可以落實在畢業展裡面 將來他們可能可以成為一個品牌的創意總監設計師 所以在今天的實驗組裡面 他們可以以概念為發想 然後去實驗很多的材質性 來演繹他們所講的故事 所以這個就是兩者比較大的差異 所以就是一個比較實裝性的 那一個就是比較實驗性的 可以去思考任何一個可能性 所以對我們而言 我們是以手來做思考的 所以對我們而言 不是你的想法 好沒有落地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們很重要的是 就是老師如何去將他的思維 具成一個可行性 其實他們可以從自己出發 去連結他們所看到 可能跟很多的性別議題 或很多社會的議題 或甚至他們所看到 探討的內在的 他們所引發出來的一些想法 如何把它落地 其實是靠老師跟同學一起加成 去把它養成的部分